虽然我们不能长相军 至少我们却不信伤心 用歌声合唱《星云大师佛光四聚记》 唱书《人间佛教理念》 无人无悔红线其身 一曲师父送 歌词间满满是对师父 《星云大师的想念》 2024佛光碑合唱大赛总决赛 今年在马来西亚又见 马六甲剧场盛大登场 17支参赛队伍现场 其中由菲律宾万年佛光合唱团 脱颖而出 拿下冠军佛光奖殊荣 感谢星云大师给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用歌颂 跟全世界的人解散言 大师有说过 想我就可以唱我的歌 所以我们就是唱师父写的歌 《四聚记》 要的评本标准就是以感动 唱出我们人间音源的这一份感动为主 还有唱出这一份的欢喜为主 大家要在团体集体创作当中 把这么美好的声音呈现 那需要透过努力练唱 第二个就是集体的配合 更重要的呢 还有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指挥 还要听钢琴的声音 以能唱出人间音源的感动 作为评分标准 由国际方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辰慧 从美国远道而来担任合唱大赛主审 强大每一组都唱出了感动 展现人间佛教融合的力量 我一起幸运大师出到台湾 在宜兰如何以音乐和佛曲吸引青年 国际方会属里会长慈容法师 分享自己早年参与大师编曲的难忘经历 用音乐传递善法疗愈人心 大师刚刚开始 当然要讲经收法 大家还不会 但是他做曲子 把佛法编成音乐 大概陆陆续续 编来一百多条音乐能够讨厌我们的心情 音乐能够指导我们向前 所以大家要知道 念佛拜佛修行 配合音乐 也能够长知我们的华喜充满 我相信我们这么唱下去 一定能够把我们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把更多的佛光人唱出来 我们希望这样的美好的歌声 美好的每一首的歌词 都是欣云大师传递给我们人间佛教的理念 感谢师父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人间姻缘 感谢荣师父从50年前就带领了我们唱歌 感谢世界总会给我们这些姻缘承办 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义工 感谢众人成就促成这一场音乐饗宴 汇集全球五大洲生性奇聚 传唱欣云大师所谱写的人间音缘 透过一曲又一曲歌声 传递大师所提唱的慈悲鸿发理念 展现佛教神神不息的传承希望 我们这新闻马来西亚人家龙综合报导